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你每天吃得很开心吗 到处去旅游到处吃 然后呢假日呢就是呢 爱饭店餐厅 夜市到处吃跟我一样 我也是到夜市吃东西 然后呢喜欢到很多的卖场去买东西 买了回家以后一煮煮煮煮 煮出什么东西来了呢 结果呢身上有没有很多毒呢 吓死了呢你看到没有 日本核实即将开放更严重了 台湾食安事件频传罗斯松了吗 为什么最近中毒事件好多啊 而且是集体中毒 来你吃到什么鬼东西了呢 这些鬼东西会让我们身体健康 发生什么问题吗 会不会吃死人啊 有可能啊 来我们继续看 这样食安你安心吗 政府到底在把关吗 我们要好好来检视一下了 好高雄冰店呢 集体中毒事件的肾衰竭 败血症通通一起到来 这是什么鬼啊 吃个冰而已耶 吃个冰都可以搞成这个样子啊 怎么会这样呢 来你们敢吃吗 这样的冰店这边有没有良心啊 到底是用什么食物给大家吃啊 来我们继续看 好那高雄市呢 林雅区的一家冰店呢 却爆发集体中毒 黄小姐一家人11人出现肠胃 不是肾字呢 出现血便 然后其中有网友指出呢 小孩因此胜衰竭 住进家父病房 我的天啊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 我告诉各位 这一定是过期的食物 而且一定是长霉的食物 比如说他煮好的东西 或者他已经放很久 你知道吗 像我们放那个菜头 菜头哦 我讲菜头 还是放大蒜 放一年 放半年以上 我跟你讲都长牙了 那个都有毒的 而且非常毒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可能一次采买很多东西 然后没有卖完 一直放放放放 我曾经呢 我告诉各位 他们就一直往里面塞 然后新的煮了煮了 后面呢 哎旧的挖出来再煮 隔了多久 隔了可能半年一点 真吓人啊 所以呢 像这样店家 有没有去检查过呢 我觉得真的要抽样检查了 我们政府单位 真的需要抽样检查 这太吓人了吧 这吃的东西 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还有更可怕的在后面 这也是已经够可怕了吧 来 不少来此冰店的消费者 都出现腹泻呕吐呢 发烧等症状甚至出现血变 另有孩童白血球过高 呈现半昏迷 被医师告知恐有引发 败血症的可能性 还有孕妇狂拉肚子 导致不停公缩 可能就会流产 你看看多可怕 会不会一丝两命啊 真可怕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来我们继续看 好那卫生局指出呢 虽然呢 暴冰清冰呢 减体及暴冰器具环境减体呢 并未减出致病菌 但在八宝兵配料验出沙门是感菌阳性 八宝兵 八宝兵里面有什么东西 很多啊 红豆绿豆啦 什么艺人啦 什么鬼东西都有啊 尤其那个艺人啊 红豆绿豆如果没有煮还好啊 艺人一煮啊 我跟你讲那个就很容易长霉菌啊 那还有花生 有没有那个 我们煮的那个软软的那个花生 不是花生豆喔 连花生都会喔 那还有金黄色的你看 葡萄球菌 大肠肝菌 什么菌都有的来 一个两个三个 仙人肠肝菌 一二三四四种菌 菌病菌都一起来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啊 你们吃东西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 那还有你知道 我们不是最喜欢 那个蚝啊吗 蚝啊蚝啊那个都 都是要煮过的 那如果呢 没有煮过 可能也会长这些东西喔 为什么 因为它只要切开来 就可能会长霉了 发霉了 大家要小心 好那接下来呢 金椒叉比对呢 就医病患的 这个使用的食物里面呢 现场稽查研判 这些东西看到没有 怕死人啊哎呦 冰店提供自制豆类 及相关配料 可能为环境污染致病原 它的环境很差 你知道很多厨房里面 非常脏 而且啊 蟑螂老鼠啊 蚂蚁啊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厂厂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避鼠啊 怕死人 那个真的一大堆 卫生局统计呢 近日也有44人 因症就医 其中17人住院治疗 看有多严重 你吃这些东西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告诉各位喔 外面东西真的 你们要吃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 尤其在夏天很多食物容易腐败 因为热 一热而且现在非常高温 一旦高温它马上就变质 买回家煮最实在 那放冰箱太久不能吃喔 我告诉各位喔 你如果放三天以后就不要吃了 不要煮太多 一次不要煮太多 全家人如果三个人四个人 就煮够吃就好了 真的 或者够一天的量 或者够两天的量 不要再隔了三五天还在吃 我一定会倒掉 我告诉各位 你吃的划不来啊 一点点东西剩下来 然后吃不完就继续吃 然后也不消毒 你看看 你以为冰箱就不会长东西吗 冰箱一样啊 没有清洁一样长东西啊 所以冰箱要定期的清洁好不好 还有冰箱里面腐败的事物也很多 你们要把它拿掉 来接下来 好事多品质大不如前 食安风波接连报 一而再再而三那好事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 7月12号呢 好事多进口的油脂膜佐罗拉甘酪 验出潜在致癌物 这个什么还阳以丸 这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食药署今天公布呢 这批问题产品总计 913.92公斤 将近1000公斤 目前累计回缩38.602公斤 那几乎都吃完了 对不对 其实肝若都吞下肚了 900多公斤才回收100多公斤 那是不是有700多公斤都吞下肚了呢 没错 我告诉各位 所以你们买东西真的要非常小心 不是进口的一定是最好的 好来 有关好事多进口 美国受A肝病毒污染事件进度 食药署截至6月6日子 好事多公司各分店回收 科克兰冷冻美国 产品总计累计有61537.75公斤 并各开华新台币合计1200万元 有用吗 进口东西都没有检验吗 到海关就得检验了吧 怎么让他上架呢 这好可怕耶 你卖食物 这样子是不是太可怕了呢 好吃下肚了 你不是擦外伤而已 来我们接下来看 好事多除了生鲜食品 熟食产品 也出包连连 你看这个 有消费者7月15号 在网路上发文抱怨 他买了海鲜卷回家后 切开净发现里面有不明黄色塑胶盖 天啊 这什么鬼东西啊 这也太狠了吧 这太离谱了吧 让他相当讶异 怎么在好事多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呢 里面有个黄色的盖子 这个食安安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吃下多少 多么可怕的东西啊 来接下来 所以我在夜市真的不太敢买东西 我真的不骗你 店家东西我还敢买 夜市里面摆摊的东西我几乎不敢买 吓死你 真的会吓死人 尤其在夏天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不是让夜市生意不好 真的你们买东西真的要小心 因为呢有些生意不太好的 他会放很久 那你想想看从下午的四点多 他们进到夜市以后呢摆摊 然后呢一直放放放 然后那个已经炸好的东西 或者煮好的东西 一直放放放放到半夜十一二点 还在煮还在卖 不是还在卖 还在卖不是在煮 你想想看不是现煮的哦 放到锅里面现煮的都还好 我觉得放到锅里面现煮都还好 尤其这个生鲜的东西啊 什么撒西米啦 你敢吃吗 现在撒西米不能吃耶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医生发的闻啊 吓死人啊 那个什么沟虫啊 都在你的胃壁里面 都没有办法清除 而且现在啊 那个 311福岛的核电厂啊 现在开始排放核沸水 那个撒西米你敢吃啊 那个沟虫啊 好多种虫啊 然后勾住你的胃壁啊 医生说清都清不掉 用药也没有办法杀死他 多么顽强啊 那些虫虫啊 虫虫危机到来很可怕 尤其在下半年要更小心哦 你看看 然后呢 近期消费者在好市多购物的时候呢 发现店家陈列在冰柜内的某款冰淇淋 竟然有明显核损的状态 也有消费者吃吃餐包发现吃到异物 这个餐包 疑似包装奶油的洗脖子 只能说罗斯松的相信呢 美国事件只是个开端而已 所以大家呢 在吃东西的同时请大家 我相信这篇非常重要 请大家先按赞分享一下 分享给你说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免得他们吃下这些不洁的食物 可能都会危及生命的安全 太可怕了 好那接下来呢 日本何时即将开放消费者心慌慌 这真的很令人心惊胆战 我告诉各位连茶都有问题 你知道吗 不是光这样子啊 很多黑心茶商 把那个越南的落化 那个落叶季的茶 因为越南的落叶季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最近这一两年呢 他们把那些不好不良的茶 掺杂台湾的茶 然后因为大家都想要便宜便宜 那一斤要买什么300 400 去哪里买啊 采茶的工都不值啊 所以这 我讲那茶笼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把你包装很精美啊 结果呢卖你很便宜啊 一斤不到800块 500块600块卖给你 你敢喝吗 你敢喝吗 你以为便宜就好吗 真的 便宜一定没好货好不好 真的 因为茶笼赚不到钱也是一样啊 跟这个有什么两样呢 对不对 来 福岛周边食品管制即将解禁 工程县 元首县的水产品 靖岗县的茶类 看到没有 靖岗县的茶类 跟越南的茶是很像的 工程县 东京都的乳制品 婴幼儿食品 你有养小孩吗 你如果家里有孙子 有儿子 有女儿的 要吃婴幼儿食品的 请注意 请注意 日本工程 其宿东京都的乳制品 还有婴幼儿的食品 工程县 元首县 山梨县 靖岗县的菇类 也将开放进口 那个菇你看了你敢吃 真的会哭死你啊 来我们继续看 这个鱼你看到没有 近期国际媒体T爆 只早前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港湾的海鱼 被验出放射性元素 射超标180倍 再讲一次 验出放射性的元素 就是核子 核电厂里面的射超标180倍 吃的会死人的啊 你敢吃这个鱼吗 然后呢 韩国媒体也指出啊 福岛核污水的放射性物质呢 射的减量 减出量呢 超标2.165万倍 2.165万倍 什么概念啊 看到了没有 2.165万倍啊 这吃毒呢 吃了一颗核弹 也超出了近1.5万倍 然后呢 即便按日本的标准 也超出了近1.5万倍 根本就是黑心食品好不好 我们台湾从来不公布哦 我们政府是怎么啦 我们政府是怎么啦 日本的小弟呢 小妹呢 从不公布 这样的食安危机 从来没有让国人知道 韩国踢爆了 然后国际媒体踢爆了 我们才知道 要不然永远都被埋在鼓里 可怕 台湾的媒体没有纰索 大家知道 政府也没有纰索 没有告知哦 惨不惨 好 根据食药署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根据食药署呢 检验日本输入食品 检出微量辐射统计呢 从日本进口的不少食品 被验出呢 色虽然有符合标准 但食药署仍劝导进口业者退官 不少干香菇 午香菇 香菇粉 冬菇 也均被验出 有辐射反应 你敢吃吗 这个还用化学洗过 变成白滋滋的 看起来很漂亮 你敢吃吗 吃火锅一定要加的 对不对 香菇啊 干的也有啊 对不对 草菇啊 我现在最近我告诉各位 我半年都不敢买啦 我去菜市场一个我都不敢买 我知道日本要放这些核汇水以后 我告诉各位 我这边不管进口的 不管是台湾的 我一个都不敢买 吓都吓死了 而且菇类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清楚 我以前呢 我的外公呢 他们在山上就种这些东西的 我非常清楚 他们种这些东西 他们一个防射里面 很大很大的像养鸡场这样的防射 里面全部种菇类的东西 因为它有一个潮湿的气候 它才能够长出来很漂亮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这种东西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繁殖的方式 那你知道这个呢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 它就开始长菌喔 它就开始长菌喔 所以你没有吃你放在冰箱里面 如果冷度不够 你的冰箱不够冷 或者你放在外面 就像那个我们蒜头 它会发芽出来 就开始长毒了 这样知道吗 我一颗我都不敢买 来你们可以留言 国外的比较好 致癌物质超飘 看到这些东西没有 这个已经踢爆过一两次了 大家都知道 台湾有踢爆过这些面 好那韩国的 那这是印尼的 韩国泡面超进化 新碗面被检出 残留国内禁用农药 还养以丸 食药署北区表示 国内去年整年至今有32批进口泡面 全部都是这个东西 农药还养以丸违规 包括韩国3批 印尼13批 印尼更多13批 然后菲律宾有2批 越南有7批 你看他们越南跟印尼是最多的 日本也有7批 还有日本也排在第二名 13批7批7批 就是越南日本跟印尼最多 菲律宾有2批 韩国有3批 这个印尼 我告诉各位 你们去那个餐厅吃那个什么韩式泡面啊 那个什么越南面啊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他们都用那个印尼的这种面啊 还有越南的那个面 你看那个袋子一袋一袋全部都是这种面 你敢吃吗 所以你去外食嘛 为什么现在洗肾的人口这么多 为什么每天都要去看医生的人这么多 就是因为都是外食人口太多了 大家都懒 然后觉得在家煮饭很不方便啊 你煮一锅饭吧 糙米饭也好 像我吃糙米饭 真的煮一锅饭吧 很简单啊 洗一洗放电锅啊 又不是要叫你装目取火啊 就放在电锅里面水放一下就可以煮饭啊 电一叉就煮一锅饭啊 对不对 如果家里三个人四个人煮一锅饭吃两天啊 不要吃五天好不好 不要煮太大锅 你要吃糙米饭吃多一点 不要吃白米饭 白米饭糖分太高 精致米糖分太高 知道你如果是会痛风啊 中风啊 心血管疾病的人 高血压的人 请你吃糙米饭 你看我年纪这么大健康的很 我看起来像四十几岁的健康 我真的讲我办公室的这些年轻人 健康都没有我好 为什么自己要保养啊 自己要注意啊 对不对 我从不喝那个什么 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 一大堆的果汁我从不喝 不喝了 好可怕 我一瓶都不太敢碰 真的渴到不行我买一瓶水吧 也很贵啊 一瓶水要二三十块啊 买吧 至少好过要不要喝一瓶啤酒吧 他过滤过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啊 有很多东西真的太可怕了 你们在吃东西的同时就是吃了一大堆的毒 外食的朋友又要便宜又要大碗 我跟你说你独吃一堆啦 要吃越多的毒啦 要便宜又大碗 那肯定是很毒的东西啦 一定很糟糕的东西啊 不要又要省钱 要大碗啦 真的不可能的啦 对不对 你自己做商人的话 你是开那个店家的话 你怎么赚钱我请问你啊 对不对 大家要将心比心啊 所以不要嫌人家贵啊 现在物价高涨的时间啊 其他东西可以消费啊 比如说娱乐的消费可以少一点嘛 啤酒可以少喝两瓶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果汁少喝两瓶嘛 用白开水嘛 是不是 那你不要把吃饭的钱省到 又要大碗 上次有一个女孩子吃泡面 男孩子 吃了三年的泡面 中毒死了 我不知道他吃什么泡面 中毒死了 三年 天天吃两碗到三碗的泡面 三年中毒死了 二十几岁还三十出头 所以你们天天吃吧 不知道吃什么泡面 什么这个口味换一下 那个口味 然后都是买那个便宜的 然后呼噜呼噜吃的 很香很香 里面的那个油啊 很可怕 来接下来 还有回锅油 还有地沟油 好 目前进口食品边境 检验还阳已完 累计53批不合格遭退运 或销费 包含进口冰淇淋 很知名的 有个H的 H开头大家知道 然后泡面辛香料等食品 也可能用于食品 用这个胶囊壳 什么鬼东西啊 你看到没有 好可怕 用这种颜色啊 都是可怕的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才讲很多东西给大家知道了 年轻人现在最可怕的是吧 喝一大堆果汁 办公桌上呢 一天四五瓶 不要命的就继续喝吧 就继续喝 恭喜你 提早升天 你不用笑 我就是讲你 真的不能再喝了 好可怕 真的 花点小钱是小事情 问题是你喝这些都是毒啊 对不对 还有呢年纪大的人 我要去吃碗面 省一点 省一点 你省一点干什么啦 省一点钱给你小孩 买房子买车吗 你自己都快没命了啦 他车拿了 房子拿了 不会来孝顺你的啦 真的 你把自己顾健康一点啦 你有钱放在身上 你顾健康一点 他还对你孝顺一点啦 你躺在病床上 房车都被他拿光了啦 然后呢 你吃什么 真的 把你健康顾好才了不起啊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韩老师按赞分享 还订阅小铃铛哦 拜拜 嗯 我还要准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